这个是画光绪皇帝 光绪和郑飞 就是中国近代史 这个八国联军以后 这个光绪是在这个加武海战 它是主战派 后来战败了 战败了后来这个 整个的国家需要改革 这光绪呢它就 它就很主动的 来主持来推广 中国的整个社会的改革 那个我们叫做百日维新 就是一天有一个到两个 甚至三个行政命令 从北京发到各个省 发到地方去 然后要他们做改革 在这个道路啊 邮政啊 教育啊 很多方面 但是后来 这个呢就是戊戌变法 这个引起了慈禧太后 他们保守派的 这种反抗 记恨 最后的时候把光绪皇帝啊 软禁起来 慈禧太后 这个是要第二天要把它 霸出的头一晚上 霸出的前一晚上 这个叫做戊戌政变 他是皇帝嘛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就在那个 上朝以后啊 慈禧太后组织这些大臣 指责光绪 就像斗争会一样的 批判会一样的 然后呢最后就把他罢除了 他所以这天晚上 他知道这个第二天的命运了 这个他跟真飞在一起 在那个养心殿 那天的晚上 这个也花了二十多年 从开始到完成 模特也是根据知人的 没有一个真人 唯一的一个真人 可以代替这个 我老子你的这个光绪 此时的光绪 老师那您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那个光线的考虑 对 你要有光线这个 自己去设计 自己去设想 所以完全是您自己 这个地方我有去 北京布公 去过三次 但是不能进去 在外边 看 但是这个光线要根据 这张画 来设计 来推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